我們目前學校停課 有92個學校 其中有15個學校是全校停課 那目前停課人數已經 3388人 所以我們是這樣居家隔離 有超過9000人已經接近1萬 那停課有33000人 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 如果我們在戰略上 要與病毒共存 那麼 這個採用清零的贊助 來做居家隔離跟停課 我看如果按這個贊助不改變的話 按兩個禮拜內 大概所有學校都停課 那包括這個 這個會有上萬人 居家隔離 所以這顯然我們在這個 新階段戰略跟贊助是不相符 因為我們還是 戰略上想要與病毒共存 可是贊助上我們在做清零的贊助 所以才會居家隔離跟 停課有這麼多人數 所以可能在 在未來的這一個禮拜天 我們要去想想看 到底要 要怎麼做才會比較合理 對 有一點 有一點 要有有一點 帶呼籌 這個 真的是 有很多 能力 有一點 但